现在我就会账给你 有也不会退给你 视频中放狠话的是一家收购高档烟酒店的老板 而事情的起因还要从一个熊孩子开始说起 几天前一位男子向记者反映 说家里进贼了 自己放在家里的七瓶飞天茅台酒被偷了 但查完监控后发现 这个偷东西的贼 竟然是自己年仅14岁的亲外甥小季 保家阿姨过去给我们打扫卫生的 通知我们说家里进贼了 我们这个监控打开一看 自己家娃 娃老师交代了这个事儿 就是他一夜酒处零拿拿了 我和家长闹了些矛盾 然后离家出走 然后两天没回家以后 没有钱在生活 然后就想到去 我舅舅亲近家去拿这个酒来卖 男子在联系上外甥后 对方也承认了东西是自己偷的 而且在偷了之后 就把酒卖给了附近的烟酒专卖店 这两人在见面后一合计 发现小剑从家里拿走的都是些好酒 七瓶茅台酒 然后一瓶97年的茅台 然后六瓶都是19年的 老板说这酒是假的 这一箱茅台就六瓶茅台酒是假的 然后老板就100块钱就收走了 还有一瓶97年的茅台酒 老板是2500块收走 据小剑描述 这七瓶茅台中 有六瓶19年的飞天茅台 还有一瓶97年的飞天茅台 在带到烟酒店后 老板声称那六瓶19年的茅台是假的 仅卖出去100块钱 而那瓶97年的飞天茅台 也仅仅卖出了2500块的白菜价 听到这个消息 小剑的舅舅非常生气 97年的飞天茅台 目前市值大概在1万左右 他给我2500 小剑的舅舅表示 97年的飞天茅台 目前的市场价在1万左右 而且那六瓶19年的茅台酒 也是自己当时在茅台专卖店花高价买回来的 不可能是假酒 在他看来 这个烟酒店老板 完全是看自己的外甥年纪小 连红带片的以低价忽悠到手 因此为了及时止损 小剑的舅舅带着小剑找到了这家烟酒店 想把酒给退回来 但烟酒店老板的话 让他愤怒不已 我要把这个酒堆回来以后 老板直接给我说 酒喝了 后来 记者跟着小剑的舅舅 再次找到这家烟酒店的老板 我已经喝了 没了 你咱们一箱被添麻才给一百 假的伙计 最后那一瓶那个老的知道吧 磨直接是烂的 人家拿走的 总共卖了你多少钱东西 就是 总共 后来那是一瓶酒嘛 前面那些是三百嘛 后来那一瓶那是两千五嘛 就这些嘛 现在我就可以赞给过 有也不会提给你 因此 小剑的舅舅只能向记者求助 希望把自己的酒追回来 与此同时 记者也电话咨询了有关女士 他将酒出售与该商店建立的是一种买卖合同关系 在这种情况之下 因为他的年龄是限制民主行为能力人 因此该买卖合同是属于可撤销的合同 因此他的监护人只要撤销合同 只要撤销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 这样的情况之下 可以将酒追回 将钱退回给商户 同时如果该商户不愿意协调或者是不愿意退回的话 可以由工商部门进行协调处理 同时也可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得到律师的回复后 两人再次前往那家烟酒店和老板进行协商 但老板态度依旧十分强硬 尽管记者表示 和未成年人达成交易是可以撤销的 但老板却满不在乎 而且小剑的舅舅认为 烟酒店老板在撒谎 是故意不退那七瓶茅台 无奈之下 记者直接向烟酒店老板表明了身份 一番交涉过后 老板终于改口了 说纳瓶九七年的茅台已经转手了 现在只能托人重新带回来退还 但剩下那六瓶真的让自己喝了 这实在没有办法 不过小剑的舅舅对这个处理结果依旧不满意 之后会通过法律图景 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记者也向辖区的市场监管部门 反映了这个问题 至于熊孩子小剑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总之我们希望这件事 能够早日得到圆满的解决 如果大家遇到类似的问题 会怎么处理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想法